好,同学们,我们来看例如六了。 张宇,上午7点20分从家里出发到校上课,如果她每分钟走50步,走得比较快,那么到达学校的时候,离上课还有7分钟。 而如果她每分钟只走35步了,就要迟到5分钟,求学校的上课时间是几点几分呢? 那在这儿要稍稍解释一下,第一,对于张宇来讲,她每一步所迈的这个距离应该是一样的,不能说我一会儿迈的这个步子小一点,一会儿大一点,没有这种情况出现。 那么第二,要问问同学们了,对于张宇,每分钟走50步,那同学们想,如果从这里出发,她走了一分钟,那你告诉我,她走了多少步? 50步啊。 那如果她走了两分钟呢? 两分钟。 100步。 那就走了100步,对不对?那如果走了三分钟呢? 150步。 那你告诉我,150怎么算出来的? 嗯,三乘有50步。 那就是三乘50,或者是50乘3而得到的,对不对?也就是说,她一共走了多少步呢?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? 第一,她每分钟走多少步?第二,她到底走了几分钟,对不对? 好了,有了这样一点,那么这道题,其实也就好做了。我们来想一想,这是张宇的家,哎,这是他们学校,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啊。 那同学们想,7点20分,张宇是不是要从家出发?在第一种情况下,她每分钟会走50步,结果到达学校的时候,离上课还有7分钟啊? 说明是不是还没有到上课时间?好吧,那我们来想,第一种情况下,还没到上课时间,而第二种情况下,如果每分钟走35步,要迟到5分钟。 那说明,到了上课时间的时候,她是不是还没有到学校呢? 是的。 哎,那这两次所走的时间,一样吗? 不一样的。 不一样吧,那这要怎么办呢? 当然了,还是那句话,不一样怎么办?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,就是要把它变成一样的。 而这道题里问的,也就是学校的上课时间。 所以我们不妨这样来想,都是请7点20分出发,一直走到上课时间截止,甭管她到没到学校,都是到了上课时间再截止。 那同学们想,第一种情况下,她每分钟走50步。 哎,那这要走走走走,走到了学校是不是还没上课呢? 那怎么办? 如果我就让她到了上课时间再结束,那她怎么办? 继续走呗。 继续走呗。 那你能告诉我,到了上课时间的话,她应该再走多少吗? 7分钟。 发现是不是需要再走7分钟? 而她每分钟走50步,所以她从学校这边又走了多少步呢? 嗯,350步。 350步。 好了,那就意味着从7点20出发,到了上课时间结束,她比到学校要多走了350步,对不对?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。 现在啊,每分钟要少走一点了,每分钟变成了35步,仍然是7点20出发。 那么,到了上课的时间了,她到学校了吗? 发现还没有呢? 她会迟到5分钟,对不对? 也就是说,到了上课时间了,她还没到学校呢? 那她离学校还有多远呢? 这段是,到底是多远呢? 5乘50,5乘35。 她需要再走5分钟,这时候你要注意了,再走5分钟。 但是,这时候,她是每分钟走35步,所以,她需要再走5乘35这么多步,这是多少? 算一算。 175步。 175步。 哎,那要问问同学们了,按照第一种情况下,7点20出发,到上课时间结束,结果超过了学校350步,对不对? 而第二种情况,7点20出发,到上课时间结束,结果还差了175步呢? 这是为什么呀? 不都走了同样的时间吗? 那为什么走的不一样呢? 嗯,每分钟走的步数不一样啊。 哎,那第一次比第二次要多走出来多少步呢? 嗯,350加175。 很好,350加175,是不是第一次比第二次多走了那么多的步,对不对? 是的。 那一分钟多走多少? 嗯,25。 嗯,50减35多25吗? 还同学? 哎呀,应该等于15。 好吧,你看看这种基础的小计算哦,一分钟多走15步,那得需要几分钟才能多走出350加175呢? 怎么样? 列室,你会了吗? 会了。 好了,同学们,那这道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,每分钟走50步的时候会比到学校多走了350步,而如果每分钟走35步的时候又会少了175步,所以一分钟差15步,得需要35分钟才能差出来。 那说明从7点20到上课的时间应该是35分钟,那你告诉我,那上课的时间是7点几分呢? 7点20到上课时间是经过35分钟的,那几点几分上课? 7点55。 很好,那就是7点55分了,所以这道题就是7点55分是他们的上课时间了。 好,同学们,我们来看这道金牌挑战的题目,这是一道走美杯的视频,很有意思哦,猴王带领一群猴子去摘桃子,下午收工之后猴王开始分配了,如果大猴分5个,小猴分3个,结果分完了之后猴王还剩10个桃子,而如果大猴和小猴都分4个,那猴王就好了,还能留下20个。 那现在问了,在这群猴子当中,大猴比小猴多了多少只呢? 那大猴当中是不包括猴王,那小猴当中也不包括猴王了,那多多少只,这我怎么知道呢? 那这时候同学们就要想了,在两种分配情况之下,都是怎么分的呢? 这可是一道非标准的盈亏问题了。 那同学们想,第一种情况,是大猴分5个,小猴分3个,结果猴王有10个,那是不是说明分完了之后,还剩下10个桃子,对不对? 而此时,大猴5个,小猴3个,还多了10个。 而第二种情况之下,那就是大小猴都是每只分4个桃子,这时候呢,猴王还剩20个,也就是还多20个桃子。 那我怎么知道,大猴小猴怎么差了多少只呢? 那这时候同学们想,两次分配的过程当中,你比较一下,原来大猴每只是5个的,在第二种情况,大猴每只是不是就是4个? 换句话说,大猴每只得退出一个桃子来,放在这儿,一只大猴放一个桃子上去,一只大猴放一个桃子上去。 诶,可是对于小猴呢,原来是每只拿3个,现在每只小猴要拿4个,那就意味着有一只小猴是不是还得再拿个桃子过来。 正好大猴子放了很多吧,那小猴子一只小猴拿一个,一只小猴拿一个。 那同学们想,如果大猴和小猴的支数一样多,那大猴子放了多少个,小猴子是不是就应该拿多少个? 那应该最后没变呢? 但是为什么原来多10个,后来多了20个呢? 那说明是不是大猴子放在那儿的桃子,有10个没得拿。 那说明小猴子比大猴子个数要少,有10只大猴子放的桃子,没有小猴子拿。 所以大猴子比小猴子多了多少呢? 自然也就多了10只了。 所以在这道题当中,大猴每只拿出一个给小猴,拿一个给小猴,拿一个给小猴。 如果一边多,最后应该不变,但最后多了10个,说明多出来10个大猴。 所以对于这道题来讲,大猴就比小猴多了10只了。 怎么样? 同学们,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的去分析比较,看看两次分配当中到底差在哪儿,那么答案也就能够出来了。 好,同学们,到现在为止呢,我们盈亏问题二也就全部都结束了。 在今天我们主要来解决的是盈亏问题的变形题目,那么会有哪些变形呢? 其实我们的标准盈亏就是相同的东西分给相同的人,两次分的不一样,从而产生盈何亏。 而变化会从这些方面来进行入手的。 第一,就是人数变化带来的盈亏。 每个人分了一样,在原来分五个,后来分七个人,所以人数变化会带来盈亏。 而第二,不是平均分的,有人拿的多,有人拿的少,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? 第三种情况,在两次分配的过程当中,如果人数发生了变化,多了多少或者成为倍数关系,那么此时我们又应该如何? 而最后就是隐性的盈亏问题,看起来好像不是盈亏,但你仔细分析会发现,实际上我们要的就是比较这个变化,到底是由谁来变成的,由谁来带来的,而这才是盈亏问题的本质呢? 而今天的重点例题是例二、例三和例五。 好了,同学们,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佳佳老师、姚军同学们再见了。